今天画一把扇子 首先是一把丝绸的扇子 丝绸的扇子 那我们首先要画这个扇子比较困难 首先整理一下笔 首先整理一下笔封 要换一种 这是今天用的是另外一种笔 另外一种毛笔 写真是一个是我的 比较是一把扇子 写真是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先画花蕊 它这个兰花的花蕊比较复杂 先画花蕊比较复杂 这种圈丝的扇子比较不细末啊 所以它画的时候就需要 平凡的要去沾墨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四圈的扇子它会木会吸进去 所以要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塑料 然后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墨沾的多了以后会晕染啊 所以我们要 掌握好吸水的量 然后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然后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不能沾太多墨 因为这个材质是丝绸 它很容易晕染 然后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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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然后在下面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然后垫一个不透水的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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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丝绸会比较难画 所以就会 丝绸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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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丝绸会